哈喽 各位旅行者 大家好 那这一期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宁光的邀约任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宁光的邀约任务的话 总共有五个结局 然后每一个结局的流程图的话 我们还是老样子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 从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宁光的邀约任务的话 一共有两个支线 其中我们支线1的话又产生两个分支 那支线2的话是产生了三个分支 总共的话有五个结局 然后在我们第四个分支 这个位置有一个隐藏成就 然后后期的话和大家讲一下 同样的 我怕很多人手机看不清楚 我将这个图片放大一下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支线1的两个分支 然后这边的选项的话 大家按照这个红色的选项来选 那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支线2的三个分支 在我们分支4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开源截流 有一个隐藏成就 我们下面的话和大家讲一下 首先你来到分支4的这个位置 来到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继续游玩 然后这边的话会触发一段剧情 这东西不过总算抓到了 好 完成之后要求我们去捕鱼 然后按照任务地点 我们先跑过去 要求的话是捕三条鱼 就完成了 好 我们先捕三条 捕完之后 当然不要回去 我们继续捕 然后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然后第七条的时候 就会跳出一个隐藏的成就 如果大家没有获得的话 赶紧做一下 好的 我们下期见